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欣赏引尼风光的同时 队员们也遭受着亚马逊原始生存环境的重重考验 他们能否顺利完成录音计划 捕捉到亚马逊珍惜的自然之音 大家都已经后来累得不行了 就直接就躺在那些小船上 今晚20点50分 敬请收看《行者》 声音猎人系列之《雨林之歌》 作为全球最大 物种最多的热带雨林 亚马逊雨林聚集了250万种昆虫 超过1万种植物和大约2000多种鸟类和哺乳动物 生活着全世界鸟类总数的五分之一 快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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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如此丰富的鸟类数量 却给录制造成了很大的麻烦 录鸟的声音其实特别难 你在录音的时候 其实很多鸟也在同时发出声音 单独录一只鸟的时候还是非常难去处理 录到那个金刚鹦鹦的声音什么的 这是运气比较好的 因为其他鸟没有在叫 亚马逊鸟类的声音混杂 但在这之中 一种类似于口哨声的叫声 引起了李星雨的注意 有一天中午的时候 就是听到一个特别高频的 像吹口哨一样的声音 这是什么呀 我们就问安东尼 安东尼说这是那个树了 树懒在求偶的时候 就会发出这样的声音 所以当时我们是先听到这个声音 然后才发现这是树懒 然后去找寻它们的位置 当它吹出这么 非常有喜感的这种哨音的时候 你会觉得 跟它的形象实在是太配了 因为树懒的动作很慢 它们相隔可能都几百米在一棵树上 等确定对方是不是公的 是不是母的 然后就需要用这样的哨音 来互相彼此确认 然后是不是你也在发情 然后是发情的话 那我们就约会吧 就是有这么一个信息 在这边沟通吧 我最喜欢那个声音 就是树懒的叫声 我觉得特别有戏剧感 比起行动缓慢的树懒 松鼠猴就显得灵活得多 而且更愿意接近人类 作为生活在南美洲的小型猴类 松鼠猴容易训养 繁殖较快 正在逐渐宠物化 因此并不惧怕人类 因此并不惧怕人类 然而在亚马逊雨林里 并不知所有的猴子都像松鼠猴一样 容易与人相处 我们还录一种生物叫猴猴 那种猴子的声音特别的响 而且特别的低沉 就有点像一个特别大型的生物 在叫的那种感觉 我们当时第一次遇到那个猴猴的时候 听到一个声音 我说这个声音好吓人 这不知道是什么 所以在原地不动地 去录了半天它的叫声 我们当时第一次遇到那个猴猴的时候 听到一个声音 这不知道是什么 后来那个安东尼狗说 这是一种红色的猴子 它叫猴叫猴 然后你们可以慢慢地试着去接近它 猴猴警惕性强 难以接近 而一旦接近 它们发出的声音又发生了变化 后来我们发现这种猴子 其实非常怕人 你在接近它的时候 它就已经跑掉了 直到我们到后面几天的时候 才后来才终于看到它的身影 就远远地在枝头上 但是当人去接近它的时候 它一定会停止叫声 只能看见它的身影 但是听不到它的叫 就这两个东西 有时候在雨林里是矛盾的 看到一个生物的时候 有可能它就不会去叫 因为它发现你 它会警觉 听到它的时候 你可能还看不见它 它也没看见你 李星宇逐渐发现 录音小队获取声音的方式 对动物正常的生活 存在着一定的干扰 以这种方式获得的声音 并不是亚马逊雨林 最真实的声音 你们录到的声音 其实最后都是动物 害怕你们所发出的声音 这个并不是我们最后想要的 而如何获取自己想要的真实声音 成了困扰李星宇的最大问题 在之前的丛林徒步中 安东尼的特殊能力 似乎可以帮助他解决这个问题 亚马逊雨林地形复杂 李星宇能否将录音设备 留置雨林顺利找回 你自己看 我疼死我疼死 我疼 队员们接连受伤 罪魁祸首究竟是谁 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 声音猎人系列之雨林之歌 网上观看本节目 就在旅游网市 为了可以收集到在无人状态下 亚马逊雨林的真实声音 李星宇制定了一个新的录音计划 将录音设备长时间放置雨林 当时我们就把录音机 留在我们的半路上 因为我们录音器 它有的是可以连续录十几个小时 然后我们就说 那我们就刚好把它留在录中间 这样的话 它能录到我们不在时候的 人少了以后野生动物可能就会聚集过来 会录到一些很有意思的声音 在那种情况下 生物才会是一个真实的生活状态 要不然你们录到的声音 其实最后都是动物害怕你们所发出的声音 这个并不是我们最后想要的 收回那个录音机器 听那个录音资料的时候就发现 这个声音是真的是完全没有人工痕迹 和没有人为干扰的一个完全雨林的一个状态 这也是我们第一次把录音机留在雨林里 而且发现成功了 在这之后我们就开始准备在雨林里去放更多的录音机 当时就想什么地方可以放录音机 我们就在那放 就不管这个地方在哪儿 我们能不能找得着 这我们都不管 因为我们知道安东尼肯定能找着 他有一个认路的技能 你无论把什么东西扔在雨林里 扔在什么位置 不管过多长时间他只能找回来 所以我们当时就是利用他这个技能 就把录音机往里面放 录音机的放置位置并非随意 也需要经过录音小队的仔细观察 在雨林里我们选择的那个录音方式 定点的录音机去录 把录音机放到雨林的不同的位置 先是在河道边上 还有一些就是在一些雨林的 就是树木比较密集的地方 其实大部分的依据都是 看这个地方有没有生物 会不会生物很多 然后每天白天出去的时候 就路程中我们会选择一些 比较好的地方 在架设录音设备的几天里 李星宇发现了另外一个问题 在雨林里低处的声音 然而是可以听得到的 但是在雨林高处的声音 就下面的声音听得不太一样 因为下面的声音 基本上会被树木给遮蔽住 高处的声音它就会更通透 可以更远 所以我们当时就想把 画桶放在更高的地方 而在雨林行进的途中 录音小队却接连遭到了袭击 安东尼曾告诉大家 雨林中最凶猛的动物 莫过于每周报 但李星宇不曾想到 此时的它们需要提防的 却不是大型动物 这儿没有 我脚上有 是单的 摆完了 但是地上还有 它有一小堆 蚂蚁在吃蚯蚓 有一次我们在放定点设备的时候 当时我就是因为太热了 不想穿徒步的靴子 穿着拖鞋就过去架设话筒 不小心就踩到了白蚁的窝 然后满脚都被白蚁咬得生疼 就当时我以为是踩到什么尖锐的东西 还没管 后来发现这个疼就是 就是那种疼 就感觉一堆针 在不停地反复地扎你 当时我低头一看 我脚上被咬满了蚂蚁 是蚂蚁 是是是 不是 全是蚂蚁 你自己看 不过层子的头部 这不是蚂蚁的蚂蚁 你然后斜上全都是 后来一个一个去把它揪下来 怎么的 就是这些蚂蚁咬到你的时候 你把它身体拔下来 都是它脑袋还在你的身上 它会嵌在你的肉里 根本没办法去一下把它弄掉 就是特别特别疼 我们当时还有一种被咬的蚁叫火蚁 当时我脖子被咬了一下 整个的感觉后脖子都像被火烧着一样 马克尔有一次夹烧话筒的时候也被咬了 他爬到上面以后发现有这种活蚁 但是他又不能跳下来 他一边忍着那个头一边把话筒架在那个树上 坐船时候一直拿水冲那个眼睛 那个地方就是他被那个活蚁把眼睛给咬了 就整个眼睛都肿 然后一直像火烧一样特别疼 其实我们在亚马逊里边为了获得声音 其实做了很多感觉上 特别出乎我们自己意料的事 比如说我们明明知道树上有很多蚂蚁 它会咬你 但是我们还是爬上树把那个话筒架在上面 这种技能算是我们不得已而为之的 因为轮着去经历这种痛苦 这边声音不错哦 巧遇罕见鸟窝 声音猎人能否实施录音计划 设备神秘丢失 究竟是何种生物引发众人恐慌 稍后请继继续收看 《行者声音猎人》系列之 雨林之歌 网上观看本节目就在旅游网市 在雨林中几番搜寻 李星雨在湖边发现了一处罕见的鸟窝 正是鸟窝的一个树 想让那个鸟窝把那个录音机包围住 真不知道能录到一个360度的鸟窖 一颗踹另外一颗 当时我们就想把那个话筒架在那些鸟窝的中间 我们就需要把那个话筒从那个树上绕过去 当时我们就想了很多办法 正当他准备爬树架设画筒时 对友李扬却说出了一个令大家毛骨悚然的发现 右边这个树就是什么蚁窝 李扬摆了 不是蚁窝 这是蚁窝 真的 真的 这是蚁窝 它树本身的颜色是底下那个 就是用泥造的 这整个就是蚁窝 这整个就是蚁窝 这就是蚁窝 到底怎么弄的来的 哇 它是神奇的 商议后大家决定用话筒线绑着水壶 用投掷的方式穿过树场 将话筒挂上树枝 当时我们就找了一个梯子 爬到半路 但是那个梯子又不够高 好 当时做了好多尝试 后来说半天不行 然后大概试了一个多小时 终于把那个瓶子穿过了那个树叉 然后话筒掉在上面 瓶子也给摔得电体鳞伤的 录音设备的架设工作挤进波折 然而令李星宇没想到的是 回收工作又恒生意外 第二天我们出发之前 会把其他的轮距给收回来 会把其他的轮距给收回来 第二天我们出发之前 会把其他的轮距给收回来 有一次我们就发现那个 回来的时候 Gopro没有了 粘着那个胶掉下来了 它就不滑 你继续回来吗 没有 没有 好 很深 回听录音的时候 发现咚咚咚的声音 在那之后 Gopro就掉下去了 非常深 当时我们想有可能是 鸟落到了放置录音机 和Gopro的树枝上 把这个Gopro震掉了 又或者可能这个鸟以为 Gopro是一个什么吃的东西 或者是一个果实什么的 然后用嘴多了几下 然后把Gopro多下去了 但是因为亚马逊河里 有很多特别危险的生物 所以那个Gopro掉下去 你就只能放弃 就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这个多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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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雨林里放置设备的录音方式 看似减轻了录音小队的工作负担 但由于每个录音设备 都需要每天不停地录制十几个小时 结果产生了大量的录音素材 在第十天的时候 其实大家都已经很疲惫了 尤其是出船的时候 一开始我们都是坐直的 然后就是耳朵放开了去听各种各样的声音 然后最后的时候就是大家都已经 后来累得不行了 就直接就躺在那些小船上 这叫大黑放开 也不管究竟是什么姿势 还有这样到底干净不干净什么 都已经不管了 阿克就开始说我其实还很怀念 在国内收快递的日子 然后阿黑什么的就说我好想洗个热水澡什么的 每天架设和回收录音设备之后 队员们疲惫地回到大船上 回听这些声音的时候发现 声音其实来说不同的位置 它的声音变化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 同时每个时间段的声音其实都很像 其实我觉得信息量太大了 从头到尾回听体量庞大的录音素材 原本劳累不堪的录音小队 逐渐失去了采集声音的快乐 有好多青蛙 好多青蛙 还有一个是吃这种的鸟 环境的声音录得非常多 而且从早到晚 我们所经历这些东西 我们所得到的东西 其实要远远比我们能驾驭的东西要多 这样的困难是他们来巴西前始料未及的 就是你每天经历的这些东西 就是你每天经历的这些东西 其实每一个都值得去细细的去探索 慢慢的就会有一点疲惫感 此时为了逃离操杂而来到亚马逊的队员们 甚至有些想念国内的生活 因此李星宇和队友们的工作状态陷入了低谷 大船被蚂蚁袭击 就这玩意儿 这整个栏杆上全是几百只 却给处在低谷状态的录音小队一次机遇 当时我们遇到了录音上的一些瓶颈 就是我们获得了太多宏观和环境上的东西 录音计划遇到瓶颈 亚马逊行动将何去何从 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声音猎人系列之与林之歌 连续几天的过度劳累 队员们决定回到小镇补充日常用品 调节紧张疲惫的工作状态 突然从雨林的原始自然环境回到文明世界 李星宇竟然感到了明显的不适应 在自然环境里待了这么多天 突然听到很多噪音其实很难受 我会觉得为什么人类文明一下就变得这么操杂 这么喧嚣 就在这时 一群孩子对李星宇手里的录音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看着孩子们自然纯真的笑容 听着他们纯净的笑声 李星宇逐渐想起了此次亚马逊之行的缘起 完全于是隔绝没有手机信号 没有各种各样的其他的人类制造的声音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是一个真正的安静的环境 所以我就想到我还想再回到那个地方 去把这个安静带给更多的人 这其实是我做亚马逊项目的一个初衷 然而李星宇并不知道 就在大家在小镇补给食物和饮料的时候 大船上正发生着一场意外 去村子补给的时候 那个马科没有跟我们去 因为他当时是挺累的 然后都希望在船上休息 后来回来的时候马科跟我们说 我们的船被蚂蚁给袭击了 在那儿去 下午这边前有几百只 黑蚂蚁 这么喝 就这玩意 下午就从这些树全过来了 就树串子 咱们全不是靠着树亭的吗 整个这一面栏杆全是黑的 各种而且上下乱窜 它们能翻过去 还有呢 新鱼在那边也发现一堆 让大家意想不到的是 这场意外却恰逢其时的 为处在低谷状态的录音小队 带来了一次难得的给予 前一天我跟马科沟通过 微观的这件事情 当时我们遇到了录音上的一些瓶颈 就是我们获得了太多 宏观和环境上的东西 然后其实少了一些 我觉得更有 就是我们主观的一些东西在里面 那当时我就想说 能不能有一些微观的声音 在蚂蚁袭击的时候 一方面看着我们的船长跟他的家人 一直在跟蚂蚁搏斗 另外一份马科就偷偷地拿出一些录音设备 然后就去试图去录一些蚂蚁的声音 他做了试验告诉我 他觉得这个方法应该是可行的 蚂蚁窝的事应该能录出来了 拿切片录应该可以 然后于是在这之后 我们就尝试了开始去录蚂蚁的声音 为了获得这样的不同的声音 其实想尽各种各样的办法 因为声音并不是一直在那 它不会在那等着你 你必须要去通过你的一些方式 去接近它去得到它 明天同一时间 请继续收看行者声音猎人系列之微观世界 这里是旅游卫视